好,这一次的挑战我们准备要用一些微积分的技巧 那假设我们现在就只学过微分而已 会求导数 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说 我们随便给一条线像这样 那这条线是要随便移动的 这样子的线 然后我们在这个线上面呢 放上一个点P 好,所以这个P点呢 就会在这个线的上面 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说我现在随便做出了一条线 然后随便放上了一个点 我想要做一个函数 二次的函数 然后刚好是过这个点P 而且这条线 我们这条线就是它的切线 好,比方说 我这样子的话 做出来的一个二次函数 长这个样子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红色的函数呢 函数图形在P点 就是刚好是它的切点 好,然后我们原来的线 就是它的切线 所以你再怎么样子转换 都会变成这样子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种函数不止一个 这种函数不止一个 你就可以发现说 你去做一些调整的话 还可以求出很多类似的解 还可以求出很多类似的解 好,明天就会发现 进去的描迹 出来的 这个换yes